大家好 欢迎收看《开运剪定谈》 今天在台前面一开始 我们就带来一个好消息 得啊 这什么好消息啊 喜欢看恐怖片的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要送出电影票 什么样的电影呢 这电影叫做《鬼之姐》 它是连体音跟《鬼影》这个制作团队 你看过吗 我没有看 因为我不敢看 为什么呢 还蛮好看的耶 不要 不想看 因为它那颗眼睛太疼了 《鬼影》听说非常好看的 是 你有看过 两部片都看过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咯 这个题目就在节目当中 要注意看哦 所以千万不要转台哦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 很好看电影的电影票 好的 现在呢 这个是别准题了 首先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 是 欢迎许小平大哥 欢迎 大家好 欢迎紫萱 欢迎紫萱 大家好 我是紫萱 欢迎紫萱 紫萱好 大家好 欢迎紫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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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介绍我们的 看运专家 首先介绍是我们的 林振逸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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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要讨讨什么 今天要讨讨一些 比较温馨的话 对啊 我想大家都有养宠物嘛 对 宠物都好可爱喔 对啊 那如果你的 你是什么宠物啊 你没有讨讨比较大型的宠物 比较大型也可以成为宠物啊 对耶 对啊 像什么狗会唱歌啊 猫竟然还会救人耶 动物是很有灵性的 是 我们今天要来听一些 关于这个 动物有灵性 或是动物神的故事 嗯 而且很多动物还 之后因为它很灵嘛 嗯 所以后来人家还帮它建了庙 哦 然后可以帮大家 这个 排除万难啊 太好了 蕭灾解恶 蕭灾解恶 对 所以到底有什么故事 我们今天好好聊一聊 先听一下 紫薇又有带来一个 听说是蛇报恩的故事 对 其实我们大家都有 像那种东西 对不对 而且我们拍戏的人或什么 都很机会讲到那个 这个大哥呢 他拜蛇 而且呢 让他的事业越来越好 他本来只是一个业务员 现在已经是 仲介公司的老板 真的哦 而且还开很多分店 非常的好 但是呢 我要讲的不是他 是他之前的 之前拜的那个人 他是承接下来 拜这个蛇的这个庙 那为什么呢 他说他之前呢 就是要去跟这个人 去买他们当初这个房子的时候 对 还有接触这个蛇的庙的时候 这个主人就告诉他一件事情 他说哦 其实他们家哦 从不好变到好 又变成不好 所以才要把房子卖掉的 为什么从不好变到好 他说他们家本来呢 他爸爸都常常都在山上 跟朋友啊 去山上 他们是住在台北双溪 那个地方 去山上 然后就常常去打一些 野生的一些动物啊 结果呢 可是他们就是 他的爸爸也会带着他去 就他们就常常哦 就会去抓一些野生的动物 动物来 然后那时候 他爸爸身体不好的时候 就常常去抓蛇 就听人家讲说 蛇很好哦 蛇 可以解毒 他对他的肝很好 结果他就这样 常常去抓蛇 然后掉在树上 然后就直接这样子 用声波 一剥皮 就取他的心脏来吃这样子 结果一阵子 有发现他爸爸的病 也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可是有一天 他们去山上的时候 突然他爸爸的朋友就来说 那你们老公在山上 让蛇有没有 很大的蛇捲死了 那他们一听到之后 因为没有人敢去救啊 一去的时候 只看到他死在那里 可是呢 一查 就是窒息死亡的 那你想说 窒息死亡的 到底是他朋友还是蛇 那因为他们的朋友都很好啊 他想说 那就是蛇捲死 可是很神奇啊 那个蛇一定要大到一个程度 因为一个人的力量 是很大的 应该像蟒蛇那一类 对... 等他病好了 可是他还被蛇捲死 结果他们家就开始不太好 因为少了一个人 然后两个儿子要照顾 结果过没几年 他儿子有一天跟朋友就说 我来去台北啊 逛华西街 然后就去吃蛇汤 对...那边很多 吃蛇汤 当天晚上心肌梗塞 就死了 就莫名其妙就死了 然后就想说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老公是被蛇捲死的 我大儿子吃蛇汤之后 回来变这样子 但是心肌梗塞 也有很多原因 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吃蛇汤 他想说不行... 我要去问人家 结果才知道说 原来他们家后面那棵榕树 有一个怨气很大 就是他说你们一定有杀生 而且那个蛇 有一个蛇鳞的怨气 而且你们杀到那种 就是蛇已经修到一个程度了 他就把他杀死 来吃这样子 他说那现在是怎么办 那我现在是唯一一个儿子 而且很奇怪 这个妈妈身体也越来越不好 他说那我们要怎么办 他说现在开始你们要建一个 小小的来拜这个蛇这样子 一个庙 对...蛇庙建一个小小 他说我如果没钱 你不能说叫我们拜就拜 虽然他们没有钱 他们还是很... 他说那要有条件 他说你要好问 越来越好过 我才能有法度来拜 去廟 才有法度来去廟这样子 结果后他就说好 我会让你越来越好过 我果然他儿子喔 就去投资什么都会 都赔钱 就赚钱 然后就越来越好过了 可是越来越好过的时候 有一天啊 突然喔 他就梦中就告诉他说 你们要搬走 叫他们搬走 就不要在那里了 说他们要换能拜这样子 他当然舍不得啊 我现在正好过 我怎么可能要搬走 可是他就不听她的话 就继续住 他也告诉他妈妈 有这样的事情 他妈妈也想说我现在这么好 我也不可能要搬 可是开始了 投资什么都失败 要朋友骗啊 然后就越来越惨 不得已只好要搬了 这时候就有人来说要买房子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们要买房子 他说其实我住你们附近很久了 可是呢我常常梦中喔 就一直看到你们家这个房子 跟榕树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一直要来 他说现在看到刚好他们 才想卖而已 隔天他就去了 他说那你愿不愿意把这房子 卖给我 他说好 然后他说可是我没有钱 他说我们也是啊 我们只要能卖掉就好了 就这样很便宜的喔 就只要成交了 可是他告诉他说 可是后面这个 我们有拜一个什么 他说对 因为我梦中呢 就是这一个叫我来买的 叫我来买你这个房子 那他本来是想说莫名其妙 想说怎么会这样子 结果后来 拜了之后呢 他就是这个老板 从业务有没有 开始慢慢当老板 中介的老板 然后就越来越好过了 就他非常非常好过 可是他感情就是非常非常不顺 他就去问 他说为什么呢 我来住这个房子之后 我的事业是非常好 可是我感情不顺 他说因为呢 跟那个后面你们家 你现在是不是有拜阴的东西 他说阴的东西 有啊 我是有拜一个蛇 他说对 他说这个蛇是来报答你的 你可能忘记了 这个蛇呢 他现在告诉我的意思是说 你曾经救过他的命 他说救过他的命 他说你是不是曾经有一次 然后经过 然后你有看到一条蛇 要被骚了 然后你说不要骚 他说对 他曾经经过有一个地方 然后他爸爸牵着他 看到那个蛇有没有 被抓他就告诉他爸爸说 爸爸你去救那条蛇 不要让他带死 那时候他很小 那时候他很小 他说不要让他带死 不要让他带死 然后他就说 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他说对 他说你现在的那样的顺利 就是那个蛇 给你帮助的 可是呢 因为他就是那个蛇 很喜欢他 然后让他 所以他到现在 所以他到现在 我不知道啊 他说他到现在也是没有办法 就是感情怎么交 就怎么都不行这样 所以到现在还是这样 到现在还是这样 那我之前有听过就是 我有 我是听别人讲的 那是一个 一个他是独生子 然后呢他也是就是 他们是住山上这样 可是他那时候娶到 就是说平民就是农夫嘛 他们有时候 都说娶的是外劳啊 外籍 就是外籍新娘 或者大陆妹 可是他那时候 娶到一个是一个 智能有一点问题的太太 这样子 对 有一点智障 然后当时他们 好像是在山上在 不知道是在 就是踩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是救了一条蛇 结果后来呢 他是 那个太太没有办法生小孩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个太太突然神志上 有一点清楚 然后清楚之后呢 也帮他就生了一个小孩 可是每当就是 只要是那种 好像是冬天还是 就在交换季的时候 他太太身上都会脱皮 对 他就是一直在脱皮 就跟蛇一样 就跟蛇一样在脱皮 然后呢就是 他太太就是有一些行为举止 也变得非常的奇怪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他感觉上有点像蛇的感觉 然后好像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生的那个小孩啊 可是那个小孩身上有一种 像是会鱼鳞枕还是什么的 会有那种腥臭味 然后会有像 也是会像脱皮的感觉 可是因为独子嘛 他的长朋友觉得说 反正就是要抱一个孙子 这个是重点 不管他今天是好与坏 总要有人传宗接待这样子 然后后来才发现就说 就有... 他们就请人家去家里 然后帮他们做法事 然后才知道说 他们那个蛇 我们他们说是那种叫地灵 就是说地灵 其实是住在他们这个房子里面 那救了那个蛇 其实也是他们这个山区里面的地灵 然后就是说也知道说 顺手他算救了他 虽然不是什么大事 可是也知道说他们家想传承 所以才藉由这个太太 来帮他们做传承的这件事情 也等于报恩这样 可是这个中间的过程里面 还发现就是说 他太太整个行为模式 因为都变成是蛇的感恩感觉 所以还请人家来做法 把他去掉 然后再搬走 然后小孩子好像到现在 身上都还是有那个鱼鳞症 就到现在都还不会好 真的很特别 就是我是比较 对他那件事情 只为的那个事情 对我想问一下老师 就是说 像他说还可以跟蛇做交易 或者说还帮他盖庙 那这样是可以的吗 郭老师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台湾的那个民间信仰 是非常的自由 很多的音庙就是说 这个地方可能天灾人祸 十何多人 可是呢 没有人来领私 他的家属没有把亡魂引回去 所以聚集在这边 那地方的身世 或是说这个名义代表 他就集资盖一间音庙 然后把这些无名师 集中在这个音庙里面 就好像目的其实就是说 希望这些亡灵不要在这边作祟 或是在这边作怪 让这个地方可以比较安定 那他这个意思其实也是一样 因为他是像赎罪的这个心态 因为他以前杀了太多的神 他父亲杀了太多的神 所以他现在要怎么样来弥补这个过失 你办超度 他也不一定会超度的走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说盖一间庙 让这些蛇鳞可以安心 不要在这边作乱 不然住在这个地方的这些人也好 或是邻居也好 他们可能住进去也会不平安 那像他说什么 现在那个人住进去以后 他事业很好 可是他没有桃花了 那他可不可以说 我就不要拜了 我就有桃花 这样可以吗 也不能不拜了 不行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那个庙就开放 就让人家拜 不要说你自己办 这样才会有香火 那才不会再作乱 对 这里面有太多太复杂的关键我觉得 包括说 就杀到一条正在修行的蛇 对 修行的蛇 就是吃爪也吃到倒掉自己 那种感觉 倒掉子 那种冰藏那个 对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 有一天就杀到一条正在修行的蛇 所以还是不要杀身啦 是最好的啦 对... 好 我们要结束这个关于这个 这个的话题 这个的话题 有些关于朋友还是会害怕这个 好的 我们来讲比较可爱的动物 是 好 那个听说凯莉有听过 猫救命的故事 对... 是我一个朋友 他是读书的时候的事情 然后那时候就是读书 回家的路上 就看到几个小孩子 在路边有一只小猫 他们就拿石头扔它 那只猫就跑不动 然后他就把那小孩子就叫开 说怎么这么残忍 那些小朋友就赶快跑开 结果他看到那个猫 已经奄奄一袭了 然后手上就是爪子都已经破了 然后想说怎么办 然后他就把他带回家 那时候还在读书嘛 想回家就跟他爸妈商量说 我可不可以养他 那爸妈就觉得说 那你要养就养了 因为那个猫 如果你送出去也会死掉 所以就好吧 那就给他先去看医生啊 就一直养养 等到他出社会 就一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不一样的地方 等到出社会的时候 他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外贸 那有一次的机会就去了日本 然后去日本呢 前面都还很好 也没什么特别发生的事情 饭店啊都住得也很平安 然后就有一天晚上 突然梦到他们家的猫来找他 那只是一只黑色的猫 小黑猫 就梦到猫来找他 然后那猫就走过来 他就很高兴 猫来了 然后过来以后 突然就变成一个像人那么大 就突然对他说 赶快走 赶快走 他就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 就下醒 看他也没事 好吧 那就是做了一个梦嘛 也没有什么好特别的 第二天他就照常地去工作 结果到了第二天的晚上 他又睡觉 过一会儿 猫又来了 猫来了也好就来了 过了一会儿 那个猫就突然间 变成一棵树那么大 就长得很大 他就这样看着他 然后那猫还在跟他讲 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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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直叫我赶快走 因为下醒 工作太累了 他就想说 可是第二天还是很不安稳 就是打了个电话回家 他说 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 就问 爸妈又没事 没事啊 那我们家那猫呢 猫没事也很好啊 也没事 他想 好吧 那也就是一个梦了 可能就是很巧合 做了两个同样的梦 只是猫变大了而已 就要到第三天的晚上 他又做到梦 那个猫就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就长得像一个房子那么大 就这样看着他 然后那猫就跟他说 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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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重复他的话 而且就不停 之前的猫还会停嘛 对 他这时候就不停一直讲 讲到他这样下醒 然后下醒以后他就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当天呢 他本来是第二天 要搭飞机回台湾 可是当天他事情 早上一处理完 他就赶快买机票 就回来 他想说总是有一些 什么事情 对啊 让他觉得很不安稳了已经 那回到台湾 第二天新闻就爆 然后整个人就傻了 然后那个猫 他就看到那猫也没事啊 就过了两天以后 他就想说 这是猫救了他 就一直给他吃啊 对 他都很好 过了没几天以后 他就发现那个猫 越来越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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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的晚上 他就梦到 那个猫就跟他说 他说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到第二天他起来的时候 那个猫已经离开了 好怪哦 我在日本念书那时候 我们就是那个房东太太 他是卖卤味的 那他养了一只猫 大概养了八年了 也是哦 就是 他其实一直很姓猫神 因为日本有拜猫神 就是招财猫 招财猫 你知道他的那个卤味啊 每天都是六七锅这样出去 回来都没半点 这个招牌猫在日本 真的是很有名 招财猫 招财猫 你知道他由来吗 招财猫吗 也是那次猫 他也是真的就救了他的主人 所以也是拿他自己的命去换 就换金币 对啊 他说拿走我的手 拿走我的脚 然后给我一个金币 然后拿走我的身体 后来他就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后来真的就 他主人真的拿到金币 可是他就走了 是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对啊 他 所以故事很长 都这么大 不是我在做 他越大代表就是 他给主人的钱是越多的 越来越小 他越来越小 那我拿到那招财猫怎么知道 还没给之前 没有 后来他就不见了 就变成几枚 不過那个日文里面 日文里面的猫叫Neko Neko 那Okane就是是钱 那如果Koi就是来 那就是Neko Neko 就是说钱给我 所以是钱来了 所以以后日本人对这个猫 其实他们日本人对猫 非常喜欢 而且很最后 有一部小说家叫做 我被是猫 也就是说他从猫的角度去看 这个世界 听到比较多是 好像日本的猫比较灵的感觉 那我们台湾也有啊 台湾求财的话是什么 是虎爷嘛 就是好像猫科动物 都比较灵验的感觉 好像是吧 对哦 好像差不多一样 你如果子智有知道那个 拜虎爷可以交财的故事 我这个也是听人家讲的这样子 可是他就是要从小时候开始讲起 因为 从虎爷小时候 不是就是那个男生 小时候 因为他就说 小时候他是因为长那个猪头皮 然后就是要去拜虎爷 去吃他那个猪 吃掉那个猪这样子 可是要拜之前是要先拔杯 然后要就是要认那个弃妇 甘爸爸 甘爸爸 对他叫弃妇 就是要认弃妇这样 当时去拜的时候 这边还就是虎爷好像鸡身 就在这边写了一个虎字 就是把那个猪吃掉了一次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要认弃妇的时候呢 因为那一尊虎爷好像当时面要 妙要改建 然后改建之后要把虎爷给请走 然后他就那时候好像就说 爸爸爸爸帮他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那虎爷就托梦给他就说 请他们把他带回去 然后待会去做 请他供奉他 然后他就说 可是家里供奉虎爷 其实是一件不是 好像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般都是震神 可能一般家庭可能承受不了 那个傻气 不是啦 这个因为一般的祖先受不了 会发凶 怕说祖先会发凶 撞不住 对 然后他们就是觉得 这个好像不太合理 然后他就梦到就说 一只老虎勾了一个钱袋 到他们家里面来 对 他就说他梦到一只老虎勾了一个这样 袋子 然后到他们家里头来 可是后来到他们家 的确他们家兴旺了很多年 因为他们是做那种板模的 就兴旺非常多年 然后有一次好像是出去的时候 就是他的先生出去 开车出去的时候 就是撞到了一只猫 对 就撞到一只猫 然后好像这个猫的鳞 就跟着回来 然后跟着回来 之后好像就跟这个虎爷 有一点斗法 真的 对 就是回来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就好像有点 家里就有点不太 有问题 小孩子也不顺利 工作上什么都不是很顺利 但他从来一只在修行的猫 就有灵智的猫 碰到有修行的 对 然后就重任过程 其实重任过程里面 也是经过很多的问题 然后产生 然后后来啊 这个虎爷啊 就有一天就告诉他们就说 如果你的希望你的板膜生意好一点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帮我再把它请回去到一个 就是把它请到一个大庙 或者是什么 好像就是说在家里供奉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要再请回去大庙里面 然后可是呢 这个 这一个先生就很贪心 他说可以 我把你再请回去庙里面 可是啊 现在家里一切虽然平顺稳定小康中 但是他希望换一个大房子 这样子 结果啊 他就说 好像就觉得他是十字无尾啊 就是一直在跟他要东西 对 然后就说让他非常希望 等他请回去之后啊 他们家开始一落千丈 对 到现在 都还没有把他翻身 不是啊 那个虎爷一般喔 你在家里不能拜开口虎 对 拜开口的会伤到主人 还有你刚刚讲的那个猫 一山不容二虎啦 家里不能拜两尊啊 你懂意思吗 你拜了一尊 又请了一尊回来养 就好像一山不容二虎啦 这个也 我觉得 这个也相当复杂 真的 真的 就会想很多 因为你知道 还是都有姻缘的 是啊 就像那个 他拜了那个蛇 但那个蛇喜欢那个主人 后来他就没有 就是桃花是一样的 那就是在冥冥中注定 重要的这只猫 其实就嘎 就喜欢上那个虎爷 你讲太多了啦 你再来赶快走就对啦 那我回去了好了 这其实太多 但是真的啊 真的啊 真的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是我们真的想不到的 对 但是真的 今天还有我们一段VC 对 今天还有我们一段VC 听说玄米大哥 带了一段虎爷的VC 对 因为我们知道 台湾的这个民间活动里面 这个民俗庙会 虎爷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带这影片 我们看 这是很难得 但是一个八家将的里面的成员 他被虎爷附身 虎爷很少会附身 很少附身 而且虎爷没有很积身 很少 所以这个是当时他被附身 大家都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真的 那我从他们的开始起鸡到退架 很完整的让大家一起来看 好棒喔 那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看喔 好 你现在看到 这就是在台南的咖喱 台南家里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庙会有 对对对 这个六安宫 一二三五六的六安 他是五谷将军嘛 对 然后你看到 他每三年一颗 你看这就是虎爷 虎爷 虎爷 这是他庙里的虎爷 因为要拜的时候 他把他抬出来 然后这个八家将 是要赢这个王传经过的队伍 然后当然我拿这个香给他们闻 那是三年一颗的咖喱 金塘殿的王传记 然后在这个时候 那王传要绕境的时候 那特别是他们还有那个亚冈 就是蜈蚣镇 那你现在看到 他们现在就慢慢要开始起鸡 那通常我们其实常常看到 八家将官将的时候 不见得都会起鸡 但他们这个团体里面 有好多个都会起鸡 所以这是蛮难的一件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家还在看 只是说觉得说 他好像有些这种 整个起鸡的情形 那时候还没有注意到说 这个虎爷要开始降临了 然后一开始他们这样跳 都还是好像很制式化的表演 对啊 已经来了 很正常 马上就要开始了 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 整个游行的队伍 就陆陆续续要开始通过 他们等于是堵在那边来迎接 像这个就蜈蚣镇 这是非常难得看到 一共有这样子 108个小朋友扮成这个 就是水谷传里面的那些人 好 这次他开始起鸡 刚开始你看鞋带也掉了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觉得 他可能只是一般的神明附身 就没有觉得很奇特 那接着接着就越来越奇怪 就是当这些神教绕境队伍 一一过去的时候 你看其他的也慢慢地划起来 全部都起当了 你看他里面的每一个将军 是什么样的这个角色 他们那个动作 姿势 神情 都完全不同 然后这个时候好像 这个队伍要通过 然后可是大家就发现 怎么他开始蹲到 趴到地上去了 他开始趴 大家觉得说怎么会神明 很少神明说 附身就趴在地上 然后旁边你看 其他人都坐在那边看 你在干嘛 怎么回事 怎么会说附身 神明怎么会趴在地上 那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更奇特的是 他不只趴在这边 就是好像在公营 公营这些神教通过以外 他还一路跑 那时候拍他 整个拍得累死 因为扛着摄影机 要追他 那你现在看 他现在在那边 要开始跑 你看 开始跑 跑完好快 然后我就拿摄影机 跑完跑去追他 那要跑去哪里 他那时候这样迎接了一段以后 又跑到前面 又趴在地上 然后又在那边拍 那个时候 大家才有一些 比较资深的一些民俗学者 注意到 六安宫的大家像 我们当中有 他这个应该就是说 他这个应该就是说 以前我看过很多那个 有非常感兴趣的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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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然后他们在迎接这个神教通过 然后他等于说 好像就是 我们想在这个 供在桌子底下的虎爷 虎爷 趴在地上来迎接路过的这个神明 你看一路这样迎接过来 再最后跑到庙门口 你看他整个 你看他整个脚这样趴开 一般 一般我们其实男生 你要这样趴开 不太容易做到这个动作 现在退驾 对 现在又开始退驾了 扶起来整个人都软了 可是真的很奇特 好特别喔 郭老师你刚刚说 一般如果说这个神明要降价之前 虎爷会先降价 他的目的是什么 清除这些障碍 如果有些一些邪煞 你刚刚在看 他那路上如果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他帮他开路 你懂的意思 所以他跑神明要降价 他又跑到前面 又帮他开路 其实他跑了好多段 对 跑了很多段 你只是拨其中的一桥段 你不能太吵了 对 其实他的用意是这样 而且你知道吗 我看过最猛的虎爷上身 是就是连那个瓷砖 他没有直角 瓷砖这样扒 这样扒 然后扒着一条线一条线的这样 真的喔 女孩子喔 女孩子 所以这如果不是神迹 还真难 很难去解释 对 我们要问一下林老师 那虎爷的由来是什么 为什么他可以招采 我们这样讲 就是人类崇拜老虎 就是从很早就开始 那当然在土地公最早有成说 就是说我们讲天龙地虎 地虎 那就联想到人类联想到 就是说土地公 他也会化身成老虎 那他是个福神 所以他所谓的招采 就是说你是第一个 最大的采是叫做福气宅 有福气的采 是 就福路受洗 那如果是有福气的采 是逍遥采 就有了 就沾个粪就有了 那如果第二个那个路 是自己要挣采 自己要去那个 要去做 对 那以后就是说 听说土地公的做起 是这个虎爷 所以他叫福神 那么他其实是招挣采 那以后才又有一个传说说 保生大帝有一天 在这个休息还没有成道前 看到一只老虎吞了一个妇人 那结果把他发沾了 那么也卡在喉咙 那后来他就等于说你 因为你天天在村庄里面 那么去吃人 这个因果不好 所以你终于尝受到这个因果 后来他就救那只老虎 以后就说你跟我去休息 以后就我们现在看到的 保生大帝的这个虎爷 也流传在民间 还有一种是王爷的做起 对 就是说王爷的做起 像比如说那个赵光明 他的做起 也是个财神 那么赵光明的起的就是 黑虎 黑虎 那其实在虎里面 用益金的角色来看 就是说他有东西南北中 所以那中央这个地方是属土 比如说黄虎就是黄财 就中央这个土的位置就是财神 就是黄财神 中国人把黄色当神 是有财的 所以如果你要发财 你去请黑虎来是不是 黑虎 所以黑虎是挡的 有不一样的意思 挡煞 也就是说像刚才那个 比如说鸡身附身要开路 如果要挡煞 那就要黑虎 黑虎 土地公庙看到好像都是黄色的 黄色 因为中国人喜欢招财 正财 对 那问一下子依好了 今天说嘉宜 然后有一个专门就是供奉虎神 虎爷的这种庙 对 是吗 也有 其实应该来讲 因为虎爷跟一般的那种动物林 它有点不太一样 它是有风神的 对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武财神 武财神不就是关公吗 是一般正统的武财神是赵光明 对 那为什么他能够当主神呢 因为头一个它有风神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它是招财 那对中国人来讲的话 就是除了它可以挡煞辟邪之外 它还可以招财 但是不是每一个动物 都可以当正神的 对 那它这样算不算英庙啊 不算 是因为它有风神 没有 它应该是算阴阳神 对 就是阳间阴间都有管 但是它有管到 比方说好朋友 好兄弟这样子 感觉到它是比较可以跟我们亲近的神 你可以试试看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它是神明的作息 也算是神明的宠物 比方说好 你今天就很像了 你今天就很像了 我只会拖一点纹路就很像了 剩下药性这种的 这个虎爷公也会蛮喜欢的 它的个性是吧 对 因为我说虎 真的喔 没有错 对啊 哇 其实你也可以常常去拜拜他 真的吗 对啊 那你可以常常去拜拜他 但是像属老虎的人 有没有 像人家一般在结婚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禁忌 不行啊 竹虎的不行 进去不行 结婚人当天 那个新娘门口一定要放猪肉 因为要防止虎爷去咬 咬掉他的小孩 这样子啊 有个人不是死 就是结婚很久都没死吗 对啊 那就是可能结婚的时候 没有放猪肉 然后虎爷 就是有属虎的人进了房门 把虎爷公带进去 这也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刚刚相当复杂的一个 就是在刚刚讲的 那个 猪头 猪头三千 对啊 我觉得是台湾人特别喜欢吃挂包的原因 你吃好吃吗 对 好啦 刚刚有讲到猪嘛 其实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故事啊 就是西游记 西游记 OK 那唐政障去取亲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猪八戒啊 他后来应该也 他也是神耶 他只是不小心附身在猪上面 对啊 可是我们现在都在吃汤 天蓬大雨 真的是喔 所以应该 所以应该 不是也有特种行业拜 有啊 有啊 他们要每天开户 特种行业都是拜猪八戒 对啊 以前有跟那个少年警察队 那时候我都记者嘛 我们去这个采访 然后直接到那个华溪街 当时的那个妓女户 那个时候还有 进去真的 他在里面每一间都是拜猪八戒 都有猪八戒 而且猪八戒的佛像 那个神像叼起来 手上还抱个女的 女生 还抱个女的 好笑喔 坐在前面 我看到那个就真的是 一般我们看到那个 有个鼻子 对 等于说你想像的那种神像 那木头叼得很精细 然后但是叼就是一个猪的脸 然后猪的头 然后还左拥右抱 他们希望有生意很好 所以男人都猪八戒 没有啊 你可以再大声一点 没关系 没有 我不是这意思 是说他们拜啊 是希望有很多客人 那希望说他的客人都很 都很低沟 都很猪鸽 他们生意就会很好啊 对 其实这样的概念 这个会不会是 对神明不敬 还是这是另外一种猪 没有啦 其实他这个有分 你如果说正常的这个天蓬元帅 他是得到的 如果一般你拜猪哥神 是还没得到之前的 那这个家 一般的家庭是不能拜 因为你拜了之后 男的就会好顺 男的就会遇到 所以说 真的好厉害 真的好厉害 整个家庭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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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庭也很忙的感觉 不是 没有啊 我今天在家庭才会拜 那家庭的家庭 现在都不要跟母子走上 老婆赶快拜老公 就会对他很兴趣 你会想一个短短的 不是好色的定义 不是只对一个人 那对别人都好色 那是女的 那是女的 都会好色 我讲一个短短的例子 我曾经在林森北路 然后去帮人家 处理一个特种行业 那他那个是拜那个 就是天蓬元帅 拜到出事情 真的 才会拜到出事情 因为他那个酒店是 他胖子没开的 然后就是我们去处理的时候 他就说他老婆每天晚上 因为他老婆真的长得很漂亮 然后每天晚上大概是到 十一二点的时候 他就会听到 嘎嘎嘎嘎嘎嘎的声音 然后他们就很害怕 你知道吗 那以为是给他吃不饱 或者是他缺了什么 可是问都问不到 结果你知道吗 他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才找我们去 就是他老婆过世之后 他才找我们去 过世了 对 刚刚子萱有讲到那个低淘培 对 他就是从低淘培开始的 真的 我们后来去问的原因就是说 这个猪哥神去喜欢上他老婆 因为他老婆真的很漂亮 说身材有身材 说脸蛋有脸蛋 然后那个猪哥神 所以 后来他们请了很多老师来 请步骤 对 所以他把他老婆带走了 把他老公带走了 对 把他老婆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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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他那个老板呢 就是因为拜那个猪肉 然后把他惹毛了 然后而且就是 他每次都是准备好东西 他老婆也不懂 他老婆只懂得要经营生意嘛 所以就每天都给他拜提吧 拜提吧 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后来说 原来他不能拜提吧 因为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低型 其实这个会拜到厨师 真的是很少啦 因为一般那个都很好 你就是好好供养你 然后我都没有事情 那我这个案例也是拜到厨师 真的 我这个 所以你也知道一个 你也拜过厨师 是我们在 我在一个宫里面的 他那边的师兄 他说你不要看我这样 我以前心里做多大呢 我以前在那些花生家 在那些花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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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些花多大呢 但是没多久就大了 我说那你 可是你很奇怪啊 你一个特种行业的老板 你怎么会来拜拜 然后我说那你这个姻缘 是怎么来的 他说他以前啊 就是要经营特种行业的时候 人家就告诉他说 要拜诸葛神嘛 这是很正常的 结果呢 他就也是去 买了一尊新的啊 回来 那他也不知道说 那个这种东西 也要请师傅来干嘛的啊 来开光什么 他都不知道 他就觉得说 反正我只要把最好的东西 都来拜就对了 他就开始拜 然后小姐每个来应征喔 好像都跟他很好 他跟每一个人都很好 然后 然后女孩子 当然是来做的人 一定是缺钱嘛 对 可是他每当给女孩子钱之后 女孩子就跑了 小姐都留不久 而且每次拜的小姐都会说 她说 我说我很累啊 我不想要 今天不想要跟客人做呢 她说为什么 然后女孩子又不敢 不敢开口 到最后是因为出事情的时候 女孩子跟女孩子之间 这样才知道 她们只要每天 一去到那边 然后一拜诸葛神的时候 那天晚上一定都 而且梦里面呢 都还可以到达最高的星期 所以她们 白天变成来上班的时候 都很累 很累 然后不想做那种事情 然后而且每个都 晚上都做 而且每个来应征的喔 不管老的 年轻的 这个老板呢 一定都会被他们骗 一定会拿一笔钱出来被他们骗 她在想说这样子怎么做下去 声音这样子越来越燥 我的小姐配合度又不高 客人跟她要出场 她就不要这样子 然后我再怎么拜 再怎么承操都没有用 然后就去问 才知道说 妳们拜的那个诸葛神 根本就不能拜 她说 为什么 她说 因为妳们里面 根本就没有死 是别的东西进去的 是不好的 很赦的鬼在里面 并不是诸葛神 她说 可是为什么 我会那么倒霉呢 为什么我每次 我每次 我每次这样子 应征来的女孩子 我都认为我是真心对她 她骗我前辈多久 又没坐又走了这样 她说 因为妳啊 钱是金人 上辈子 妳是一个很有钱 很喜欢穿白色西装的一个 很帅的一个人 可是妳专门喜欢 有老公的女孩子 妳专门去勾引人家 那个有夫之妇 而且妳一旦勾引到了呢 妳就把人家抛弃了 很多人都家破人亡 所以妳今天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都是因果 然后她也不适合再继续 去经营这个行业 就叫她转别的 然后她现在就是 开始在念经 就是在忏悔 就是她以前曾经这样子 伤害过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多人 都有心想要拜拜 但真的有时候不了解 就会有一些这种状况 所以看你这部 你就会了解了 是 是 好 好 好 关于报应这个部分呢 不在我们今天老的报应 是 但是又大家做好事 是 我们刚刚想到诗康的西游记 既然那个 猪都可以封为正身 是 那我相信猴一定也可以 那当然 对 所以小梅大哥一定会有猴神 对 猴神 其实我有一次在这个 嘉义的有一个港口中 我就碰到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然后女孩子就被一个猴神附身 然后那天下午 因为港口宫她在嘉义铺子 在往外面东石那边嘛 然后她那个整个的广场 非常的宽阔 你就看到那个女孩是一个 是一个 我想就像 就像 就像子媳她们这样瘦瘦 然后很清秀女孩 就在满场这样跑来跑去 像猴子一样 然后她们就请了各种人 然后把那个神请走 都请不走 大概折腾了大概 三个多小时 然后那女孩就 就打赤脚 她本来穿得很漂亮 她整个就在那边 全部那猴子的动作都跑出来 然后就她非常 就人家叫什么 泼猴你知道 然后在那边撒野 然后你没有办法想象 都这么像女孩 怎么忽然被猴神附身以后 然后就变成完全走样 对啊 那也真的是有 所以 提天大圣 可是刚刚那个可能 是一般的 感觉比较不像是大圣爷的感觉 像泼猴 就是一般 就是主神 这确实有拜大圣爷的庙吗 有啊 有啊 我讲一个故事 就是大概在三十年 将近要 将近三十年 那时候就是在华西街的附近 很多都是拜 我们刚才讲 拜祝国神 对 她为了克服她很困扰 因为她先生就真的很抵抗 她就常常就是等于 住在附近 她那里去 后来呢 她隔壁的一个老头就跟她讲 她说 你怎么不去荣山寺 里面有九十天 她说 拜祝国神 你就是要拜九十天 就要拜齐天大圣 去治她 因为那个天蓬元帅 最怕那个齐天大圣 对 后来她去拜 她 回来她跟我们讲说 哇 多神奇 那个荣山寺 那个齐天大圣 那个在里面要拜 结果这边长一朵 那个林枝出来 就是小小的林枝 好像插了一朵花 结果拜回来 那个阿伯说 啊 不好啊 因为连 连那个齐天大圣都花了 他说 你管不住 民间里面很好笑 不过我碰过在宜兰的郊西 有一个饭店 那个饭店本来是命很好 后来突然间怎么 好像 没人客 这游染车都不来 那我就放她处理 比如她那个柜台的后面 她拜的土地公 她就拜土地公 就里面就是有怪怪的 后来我就到后面去 我把香炉倒出来 里面有一只猴子的手 为什么 人放的喔 这就是童业 他们很多这种 类似做特种行业的 他相信 就是如果要 让你的生意不好 我就用猴子去抓你的 抓狗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这个法术 抓狗 对 就放了一只猴子的手 放在那个香炉 藏在里面 所以她一落千上 我们圈内也有一个 姓许的大哥 家里也有拜这个齐田大师 长得还蛮像的 那个脸有点像 那个方脸 我刚刚讲到这个 我之前有一个女生的朋友 就是很早以前的一个朋友 然后她的一个姐妹 小的时候就是在路上走嘛 下课就回家 就那天晚上就很晚了 就走巷子 走一走就有人叫她的名字 她就回头 没有人 然后又走 又回头 还是没有人 就一直有人叫她 她回了三次的话 不要再回头 好累喔 她觉得根本就有人在捉弄她 就回家了 然后到晚上以后 从那天开始 她就很不安稳 每天都会梦到有猫跑来 可是那猫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但是当她到了发育青春期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那个猫变了 她每天开始就是做的是那个春梦 就每天做春梦 她又不敢跟父母讲 所以她那时候功课就很差 然后整个人起来以后 就气色很憔悴 一个晚上根本就没睡觉 然后窗台上就是有那个 猫爪子的印子 然后到了毕业以后 就开始要交男朋友了嘛 对 一直都交不了 就是每一次找到男朋友 就吵架就走了 那男孩子就不要理她 那她也不是长得不漂亮 可是她那时候就 也没有办法工作 也没有办法交男朋友 就有点开始忧郁了 后来她的爸妈 就带她一直找医生看啊 说看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就是忧郁症啊 或者是什么一些 精神上面的问题 就有一次她就走走走走 有一个人就 回头看了她们一眼就说 我这位太太啊 我说你女儿生病了 她就说 对啊 你怎么知道我女儿生病了 然后就跟她讲 她说我女儿生病了 然后去医生那边 也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就吃了很多的药 也都没有好 她就说 哦 这个哦 她说 你去什么什么地方 就是南部嘛 不是有一些猴子 那个猴的山 嗯 去了以后 你不要去找那个 就是很活泼的猴子 你就叫你女儿去 让她站在那边 有一只猴子会向她走过来 你就把那只猴子带回来 就带回来 然后她就 好奇怪 带她女儿去下南部了 就真的找到那个山 然后也有很多的那个猴子 她就看看很多猴子在跑 就有一个很老很老的猴子 就朝她女儿跑跑跑 就爬到她女儿面前 她就看 那应该就是这一只 因为她们说 你不要去看那个活泼活泼的 对 重点是 她要跟你女儿有缘 她把那只猴子请回来 然后当天晚上 就把那个猴子放在她女儿的房间 然后第二天 早上起来 就发现她们家 已经就好像世界大战过一般 就整个房间 都抓得乱七八糟 然后就问她女儿怎么回事 她女儿才讲 到底发生什么 她就是每天晚上 都有一个男人来 他的 对 跟他做 然后呢 第二天就没有了 然后窗台上 就很多的那个爪痕是猫 就是猫变的 然后那个猴子 就当天晚上 跟那个猫打了一架 第二天那个 交战 对 那个猫精就不见了 那猴呢 猴也挂了 猴就很老啊 他们就养她 所以你看她 她不敢找那个太年轻 因为变得那个猴又爱上她 对不对 那个老已经不行了 所以就没事 所以你说这个世界复不复杂 好复杂 怎么会有这么复杂的事情 早期的时候 台湾养猪 台湾养猪业者 如果猪瘟怎么办 没有兽医 她养一只猴子在那个猪舍里面 就不原不作用 所以这早期你去问那个 那后来就是 没有养猴子以后 都写了这个猴在这个猪舍上 正在 我有个朋友住在外窗溪 那她从台北搬去 结果她就在那个地方 猪的地方 猪舍里面 那么就是她住前面 那是猪的人养的 结果她就带了一只猴子 朋友送给她一只猴子去 有一次我们去呢 那个母猪在尖叫 为什么 因为有人在猴子上面 母猪生了很多小猪 结果那个猴子呢 把她抱来 自己当成寶寶要喂她 好可爱喔 那个画面很好笑 也就是说猴子其实是 她很厉害的 就是说很小的 害得那个母猪今天叫 因为她把孩子抱走了 真的要看我们 穿上收看我们的节目 会提供你一些 非常丰富的这个小尝试 如果你希望你养的 住面问题的话 让他们姓猴就好了 是的 那那个讲到我们演艺圈了 演艺圈大家最常听到 最常大家最常 最崇拜的就是这个 泰国的白龙王 白龙王 对 像子一 听说你有去拜见过白龙王 是的 那白龙王他算是动物神吗 是 怎么样的感觉吗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 很神圣 很龙 他是 你马上动物神有 是不是 其实讲真的 没有龙这种动物 他是 他应该是讲 他是一个灵气 对 那就是画那个龙神来给大家看 那实际上他是神灵 他是神灵 对 那讲真的他也是 是蛮屌的一个 真的 对 那么多香港艺人去拜他 那个不是枉然的 我告诉你 他有屌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 比方说他看到你 你跟他是同业的 对 他会想 你来冲一下 他都觉得你根本不用 然后就是可能 过一阵子又要去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说 你在节目上讲我 对 你讲我什么 这样子 那所以我 讲真的我是蛮厉害的 对 那 就是 现在觉得你有点害怕的感觉 他跟我妈讲错话的感觉 你有保留 对 不要这样子嘛 我也要保护一下自己 因为他真的是很厉害 那他说你什么 我跟你讲他是 每个人讲的话 他是完全不一样 比方说这个人 平常没有在拜的 对 他是连看你都不太看的 搞不好还见不到 那你平常如果说拜拜 拜得很诚意的人 他会知道 他会跟你多讲几句 而且他讲话是 一针扎到你的心坎里 像我有个朋友喔 跟他老公两个 我们那一次是一起去的 那他老公跟他老婆 就是平常很会吵架 他老婆就是 脾气坏到一个不行 就是很喜欢叫老公按摩 然后干嘛 然后发脾气 那那一次去呢 白龙王就讲了 女人要女人的样子 不要那么羞 他说有一天会没老公 然后我朋友 当场傻眼 因为他没有见过他 可是他的第一句话 就是告诉他这样 然后更巧的是 他们两个回来还吵架 为什么 因为那个白龙王又跟他老公讲 女人太多 小心要生病 他就很直接你知道吗 把他卸底了 对 就直接卸底 结果那天 那天他还更...更厉害 是他跟他们两个回去讲 听完我的话回去吵架 保证你们吃不完兜着走 结果妳看他们发... 他们真的吵了 哇 真是吵 结果呢 兩個都... 吃不完兜着走 这是真的 然后两个还一起去看医生 后来才觉得说 对 夫妻感情要好 莫名其妙 痴症还没开到好了 真的啊 就很奇怪 所以你看 你没有办法去讲那种 所以这又是一个小尝试了 就是说你去... 去算命啊 去算命 或者是去拜见白龙王的话 真的夫妻不要一起去 不是 应该任何老师都要 这是什么 你是什么结论 你如果在外面偷吃了 他就把你讲出来了 那就不要偷吃就好了 就好比啊 比方说 找这个林振英老师 找郭丁隆老师 也千万不要说 老师跟你讲了什么 然后回去夫妻吵架之类的 对 这样对老师也是很不尊重 就像我们去找白龙王一样 人家其实知道你在想什么的 对 那像我们这种人就是 可能看得到别人 看不到自己嘛 对 那我去的时候我就 也不讲我在做什么的 他就跟我讲说 你就知道你再来问我 我不要多说 有点 而且白龙王已经施展法力 他咳嗽了 好...不说... 对 我们现在讲点别的好了 好... 我们已经从那个 我们已经讲了 西游戏大部分的角色了 对 我们讲了猪 猪猴 讲了那匹马 那个龙神花神 那匹马 那我们讲点别的好了 那刚刚讲的都是 比如说 岳爱讲的是比较吉祥的 那有听过 动物鲸骇人的故事吗 我在这个泰国的普吉岛 我遇过鲤鱼鲸 每年农历9月1号到9号 9月1号 农历9月1号到9号 是那边的叫九皇盛会 然后也就是我们印象里有没有 他们会穿很多的粗的东西 穿过他的面夹 什么喇叭啊 各种的什么网球 真的... 真的喇叭 真的 萨克斯风啊 就直接穿过去 什么关刀啦 大哥大啦 脚踏车龙头都穿过去 脚踏车 真的 还有枪 对 你知道他们 他们那边那个 非常大的一个盛会 但是都是泰国当地的当地人 因为在很早以前 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剧团到那边 就让他们发现奇怪 为什么那些土著 全部都得瘧疾 可是这些来的外地的剧团 都没事 然后他们就说 那你们好像这个中国神 比较有用 结果他们就开始拜 每一尊神都有基同 然后他每一个庙 就有300到500个基同 泰国普及道 也有很多尼泊尔的一些移民 然后刚好 有一个尼泊尔的移民他们 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 农历九月也就是 快到国历十月 就是这个尼泊尔的 叫达善节 达善 那所以他们就很多 亲戚到那边看他们 但是来了一个 大概二十几岁一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她是 只会讲尼泊尔的 尼泊尔的语言 其实他们是 北印度的那个 他们的主要的语言 可是她完全不会泰国话 更不可能会 我们中国的方言 但她就忽然 被一个东西附到以后 她就开始讲 很奇怪的语言 然后他们那个 全部尼泊尔的 那尼泊尔就说 他在讲什么 然后就请他们邻居 邻居来讲 她在讲潮州话 居然在讲我们中国的方言 所以他们想那怎么办呢 就把她带到那个庙 那个时候 他们的游行都有刚好出去 我正在拍他们出庙之后 我就发现奇怪 怎么有宜泊尔人 他们全部那时候快到 其实都要穿 纯白的衣服 然后他们的轮廓 又长相都不一样 所以一进来 我觉得很奇怪 最奇怪的是那个女孩 她被那个 后来才知道是鲤鱼金附身 然后她怎么样一进来 就这样 很像鱼在呼吸 很像鱼在呼吸 她整个这样 然后嘴巴就这样 一鼓一鼓好像在吐气 然后就是 然后眼睛瞪得大大 她眼睛可以大概 我看大概半个小时 都没有闭起来 然后后来结果 他们在请 比较资深的一些 庙里面的法师出来 然后再帮她化解 也拖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才把她这个 鲤鱼金请走 所以你说这个鲤鱼金 还真的是 这个我还真的是 第一次看到 太奇妙了 像我们在夜市也常常 看到那个什么 有那种白蚊鸟啊 会去雕牌 或者是有人用龟 那种壳有没有 在捕瓜 对 我们问一下林老师 这是借助动物的灵性 对啊 为什么他们的 灵性那么高 我们为什么用鱼龟来捕呢 就乌龟这个动物是 天生就是它 像修炼那样 所以 那么它的身上 就修炼到最后 就跟天的纹一样 所以 最早的液金 是从乌龟的 壳里面去了解 就是说 到底我们的天怎么分 那如果你现在去买一只乌龟 来看仔细看 它上面是天圆的 地方是平的嘛 对 可是上面呢 是天干 就是我们天干 甲乙丙丁物极更新人葵 就是12345678910 你如果数那个壳 外面一圈圆的就是10 所以天干是圆的 所以从以前的人 从龟的纹路里面知道 就是说 了解天的单位是10个 对 那这个天的 10天干就是会干扰你 就是说天用10种甲 甲有甲的力量 乙有乙的力量 那如果从它乌龟壳里面的这个 这个外圈来看 它有24小片 24个节气 也就是说天有24种小的气的能量 你如果把它翻过来看 它是分铃羊左右 一边6片 一边6片 那这边6片的话 就是在地上面有12地支 6加6 12地支 所以以后人类开始在补挂 不太敢用上面的壳 因为我要问天机 这是会招天前 所以你现在看到甲骨文是 用地底下的那个12片 对 在补挂 那蚊鸟呢 我们看到就是说 因为以后周蚊王就有蚊王挂 所以那个白色在过去里面 都被视为白牛啦 白狐啦 这个白乌龟 都视为吉祥的物 所以选择这个鸟里面的蚊鸟呢 蚊鸟本身就很聪明 对 所以又是蚊王八卦 所以以后呢 就认为它是跟蚊王的化身 它是可以抽卦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那个蚊鸟挂 也就是蚊王八卦 蚊王八卦 这真的了解了 要不然我之前在戏里面 我不是演一个会算命的吗 那光哥他就是像老师他们这样 所以他就拿那个龟壳啊 那我在戏里面就自己就乱加台词啊 因为我要跟他吵架嘛 我们说这个龟的头都不在了 你会很准喔 我就不想写啊 结果这次乱讲话 好 了解 我们相信很快就会有报应的 没有啦 开玩笑 除了这个 刚刚讲到这个用乌龟来补卦 表示他也很有灵性 他很有名气啊 而且他在英哥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叫 毕隆公 那大家都想说 毕隆公就八卦祖师啊 福西大帝 其实他不知道 他当初原本呢 是一个一个石头 而且这个石头长得跟乌龟一样 他怎么发现的呢 就是有一个农民嘛 他去种菜的时候 结果他儿子呢 就在送饭的路上 就看到一颗石头 然后很漂亮 很晶 就是很亮晶晶的这样 他一插一看 它是乌龟的形状 两尺很 有两尺这么大 然后他就想说 怎么会这样子 他就赶快去跟他爸爸讲啊 然后他就说 爸爸爸爸 我刚刚喔 在路上看到一个石头很漂亮喔 它很像乌龟 很像八卦这样子的形状 爸爸一听 就觉得说 孩子在说话啊 然后也没想那么多 结果呢 他这爸爸在回来的路上啊 他就想说 就突然灵机 好像就一动那样子 就想到他儿子说的话 然后就去看了一下那个 他一看他也吓到了 怎么会有一颗石头 就是乌龟的样子 一模一样 而且他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个呢 就这个人曾先生呢 这个人呢 他本身有哮喘 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说 他那时候突然灵机一动 想说 他就跪下来了 就拜 就说希望我的哮喘 并能够好起来这样子 他就很莫名其妙 就对了这样石头这样子拜 结果喔 他回去之后过了半年 他突然想到说 哎哟 奇怪喔 最近怎么没有哮喘病了 怎么突然好了 啊 这样子喔 会不会是那一个石头的关系 结果他就去 就去 喔 石头还在 结果他为了要感谢他 就开始就把他劈牢了 就在那块地上 就在他那个上面 就劈一个牢 然后就把他保存起来 那当附近的人就想说 他就告诉附近的人说 我拜了这个石头之后 我的哮喘病就好了 结果然他附近的邻居啊 就还有一个小孩喔 他都不会讲话 去拜了以后 竟然开口讲话 而且呢 他治疗他的方式呢 竟然是用他附近的一些草木 就可以治病了 结果后来这个庙呢 就越来越兴旺 因为拜什么都好 但是有一阵子不兴旺的是 大家都在流行的时候去拜 然后呢 只要拜的人 因为他们希望大家是用来 用不正当的 不要去沉迷赌博 对...不要去沉迷赌博 所以是不正当的 他们现在就越盖越大 现在在英哥是最有名 最大间的一个庙 就像龙三世一样 非常大的庙 然后香火非常的兴旺 所以说他灵不灵验呢 看他庙的大的程度 就知道他灵不灵验了 所以很复杂 没有复杂 没有复杂 那据我们所知喔 蒋中正呢 跟乌龟也有关系 是不是 玄天上帝不是 采一个 采一个乌龟跟一只蛇 他相传他说 这个蒋中正 他就是这个 玄天上帝的这个卡拉 乌龟转世的 那个毛泽东 大陆那边毛泽东 就是那个蛇经 就是他收的这个蛇转世的 两个在斗吧 对 所以有这一说 这样子 我有听过那个民间传说 其实是说我们 像有些是说生病啊 会去找那种庙来求 可是有些其实生活上一些小些 有些人他是因为去遇到地灵 然后有时候会讲 我们俗称的叫做蛇皮 蛇皮如果长一圈 其实会致命的 对啊 对 我有时候要到 要到庙里去让人家展 有些皮肤科他可能没有办法 灰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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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蛇 皮蛇 因为他会拖 你只要绕一圈 不管是绕在哪里 有可能绕在大腿上 你脚要截肢 它有一种地煞 它会在你的大概大腿 就是大腿以下 就是小腿这个地方 你会一直起疹子 这个也是要到庙里去 给他们处理这样子 这种是地灵 你去踩到地煞 都有可能会发生这几种状况 我那天身边有一个朋友就这样耶 他前一天晚上发生一件 还蛮重大的事就是了 然后隔天早上起来 他两只脚啊 通通就像淤血 但他是红色这样 整只耶 两只脚 然后他以为是什么 起酒疹之类的 对 但我看那样子应该不算 蛮像你说的 而且上一次去 就是大连拍戏有没有 那一次就有耶 去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然后就是大家都说 那边不是很干净 那我也不晓得 我就回来 回来以后我就小腿 对 就是小腿以下 我没想 他不讲我不知道 但我小腿以下 就是皮肤就是起那个疹子 对 全部都是很大颗 就已经这样一直鼓起来 然后又很痒 我就一直抓一直抓 抓到流血 所以后来你并不知道怎么处理 就是擦药 我先擦药 然后我一直以为是床有问题 然后我又去买那个气垫床 所以我的床 都比人家的床高很多 就用爬上去的 然后又换被子啊 全部都换过 但是很久才好 那个疤一直都有流 我刚开始以为 我是长得像蕁麻疹 是 因为它是一块一块的 像蕁麻疹 可是它白天都不痒 它就只痒晚上 对 然后后来我就是 我去看了很多的那种 就是皮肤科 它一般蕁麻疹 你吃药什么 大概一个礼拜时间就会好 我觉得一直都好不了 大概拖了三四个月 那后来我是有一次去庙里拜拜 然后是那个庙里的那个庙工 才跟我讲说 我这个是去踩到地下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状况 你刚刚讲那个蛇绕一圈 因为我国小同学就有一个 他就是绕一圈死掉 结果后来我一个邻居呢 他是绕了快要一圈的时候 那因为他看了什么医生都没有 真的是一定要去工啊 一圈庙啊 去斩 一定要去处理 后来他真的快绕一圈 他说整个人气色很差 他处理好了也是完全变一个人 就整个都好 他说他也是处理了很久 花了很多钱 我那个疤到现在还在 但是我是在我没有记忆的时候 你怎么好的呢 我不知道啊 没问我妈 你妈妈她们整个抱着你知道吗 你妈妈抱着你去斩那个小的 那个疤好丑啊 整一半 有些人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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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是因为是皮肤过敏啊 或什么之类的 可是很严重 其实它会有点脱屑屑 会有屑屑 然后它会慢慢绕 所以这有时候就是要到庙里去斩 然后猪头皮也是要就是请虎爷来咬掉 是的 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讲皮蛇的话呢 请去碧龙宫 如果要对蛇的话呢 请去找东阴宫 好 东阳宫很好 那问一下子依 像我们刚刚什么虎爷啊 是保身大地 土地宫的部署嘛 那龟将军呢 或者是蛇圣宫 他是玄天上帝的 也是他的部将 牛爷跟马爷 对 他是阎罗王的 差使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 有什么故事吗 为什么是牛跟马爷 我想要来讲一个 我自己亲眼见到他们的故事 我见到牛爷跟马爷 对 这是在我大概十一岁的时候 我一边过世的时候 就那时候 我们家是在张华那边 然后我记得我 因为那时候还小的时候 我就是没有在做这个 那也不可能做 那时候就是有老师来说 我来跟他讲说 叫他要做生机 因为他不是什么大病 他就是笑喘一些天生的疾病 然后呢 结果 老师跟他说要做生机 然后要去用那个纸扎 纸扎人 扎一个那个牛头马面 因为牛头马面是负责勾魂 对 对 OK 结果呢 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那我小时候就看得到 这些东西嘛 那 叫我爷爷要躺在 就是老师部的一个阵 躺在那边要躺一天 就是要躺足24小时 等于是做一个灵堂那些的 病才会好 老师请了 然后就开始摆阵 然后门口就放了一个 那个牛头马面 好了 那我就很好奇 他们到底在干嘛 那他们是说小孩子是 不要靠近 然后我就偷偷 在我们那个 我们那三合院 就是大天要摆一下 像领灯那个队 那我爷爷还没有走 但是他就是躺在那个地方 我就从那个布连后面 我就拉开看 你知道吗 到了晚上的 因为老师断说 就是他在那一天 好像会心肌梗塞 然后会走掉 那老师真的很厉害 可是他很快就走了 我帘子一打开的时候 我记得是晚上的十一点半 你知道他有多高吗 大概有两尺多 然后就从 真的两尺多 他就从那个门 牛头马面 然后手上还有拿那个 勾魂拆那些的 就这样子走进来 对 那我爷爷 他就是有盖那个服衣 但是他们来选很奇怪 他没有勾他耶 他就看他躺在那边 然后 两个人在交头街 你知道我听到那个 牛将军的那个 讲的话 是那种声音 但是我听不懂 他们在讲什么 就是知道他们在交谈 然后那个老师有就是 有摆那个饭啊 然后菜 然后那个香是直接就是 插在那个 插在饭上面 就是饭上面 那就他就 他们既然回头要走的时候 地上的那些酒啊 饭的菜 他们有拿喔 有拿走 我就是青年看他们这样子 抓着就走 然后拿着酒就走 对 隔天起来的时候 我爷爷从那个起来嘛 起来之后怪了 他病好了 真的 就好了 然后我到后来 听我师父讲才知道 就是做生心的一种 等于是就是说 你有死结的时候 可以这 假装已经死过了 他就假装是鬼门关走一遭 是鬼门关走一遭 然后跟那个牛将军 马将军谈判 那他为什么会拜酒拜那个 就是拜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还有草 就是牛喜欢吃草 它还有 就是有整盘的那种嫩草那些的 然后还有五股 拜完才知道说 原来就是其实人在生死交关的时候 是牛将军马将军在猜食的 对 那如果说生重病的人 不妨可以 试试看 你知道我以前最怕 我以前最怕的就是过大劫 因为人家说 有些老人啊 过不了大劫 就是过不了大劫 常常都会在过大劫的时候往生 然后我最怕的就是那种清晨啊 大翁 起雾啊 然后大劫前啊 就是都真的会听到那种铁链声 真的 他们就是 其实你知道吗 他们的体型很宽大 可是他们在拿那个链是 不是刑具的时候是拖在地上啊 拖地的那种很大声 对 就是一个脚步一个脚步 而且我曾经是那种就是 开车在路上啊 然后就是在山路 然后大萌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好像 中秋节前夕吧 我就真的就是亲眼就 也是像他这样很高大 然后那个铁链声 然后甚至还看到那个透明的那个脚影啊 在很大的那种 就有点像八家关手 在踩的那种步伐 在走 然后在拖的那个声音 那个真的让我 我觉得 就算我再怎么不害怕 我听到那个声音是整个都 觉得萎缩起来 是恐怖 不是 那我们演戏不都演错了 演戏都是黑白无常的 但是你知道吗 像我们不是平常 比方说要去哪里啊 参加商事都要用那个艾草 艾草 你知道为什么要用艾草吗 避邪啊 不是 曲邪不是 对 因为它有味道 鬼差来的时候 你身上揉的那种东西是可以 可以避掉一些灾难的 今天的这么多 我刚才想问 如果有味道草都可以的话 那薰衣草可以 那很香 好 重点就是呢 外物都是有灵性 要伸在你的宠物 以及伸在 在路上都要动用的 所以呢 记得在吃十点的时候 会很美的 好 好 继续收看我们的开灵剧团 谢谢 拜拜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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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